丫头站自情出道多年来 除了发展演艺事业 副业也经营得很不错 日前她在节目中透露 过去她曾与好姐妹的老公 一起创业投资服饰生意 合作之前丫头就担心 如果跟对方的老公吵架 就会失去这个朋友 因此她先征求了闺蜜的意见 而对方也一口答应了 双方开始合伙之后 不时在寻找组内讨论工作 但某次闺蜜突然告诉她 以后传讯息时 讲完话要加一个表情符号 因为自己的员工都是这样的 丫头对此感到十分生气 强调她的身份是出资的老板 并非对方的员工 而且自己一直以来 都没有使用表情符号的习惯 不理解为什么对方要这么要求 因此两人种下心结 后续又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事情 导致双方取消合作 两人也不再是朋友 让她不禁感叹直呼 自己是花钱买的教训 真的尽量不要跟朋友做生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